美国劳工部表示,分析金120万的失业搭军中,在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,其中有74.5万人是首次申请失业救济,另外43.7万人是申请临时性的失业补贴,其中包括自雇主。 分析师指出,虽然数字有比一周之前多,不过仍在估算范围中,且持续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在过去两周以来已经下降到430万人。 不可否认的是,虽然有许多民众仍然在疫情之下苦苦挣扎,但来自拜登政府力推的1.9兆美元纾困计划,却让一些专家忧心,这可能会导致更多民众不愿意去认真找工作或是争取更好的工作,结果将无法改善高失业率。 且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,那就是打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,美国劳动力已流失430万人,其中包括250万名女性,她们没有工作,而且也没有去找工作。 东西文团队,洛杉矶报导。